李准 李准 这样做真的好吗 我只做对的事情 妈 我这趟出差真的很重要 前两天彤彤生病 我意味很严重 我就给推了 但是理查非常地不满 我都能够看出来她很不高兴 理查对请假这种事情很敏感的 妈 我不能总请假吧 好 我店里面一大堆的事情等着我去处理 今天开张了我才路过一次面 妈 早知道天天这样给你带孩子 开什么店啊 我退休算了 我不是都给你请保姆了吗 是你自己看不上你不用啊 保姆不要天天盯着她 你让我跟她在家里面大眼瞪小眼的 我不喜欢家里面有人 我知道 妈 就帮我带一周行不行 就一周 好 教主 我们两个人啊 都是事业型女性 天生不是那种 围着孩子转的那些婆婆妈妈 但是有人 喜欢孩子 天生喜欢伺候孩子 愿意陪着孩子 有这样的 为什么不把孩子给她呢 就知道瞪着我 不是 你的行为 我有时候不太能够理解 工作对你那么重要 你为什么死抓着孩子不放 你这样既带不好孩子 对吧 又耽误了工作 妈妈有时候不知道 你到底图什么 他们那样说我 你为什么也要这样说我 谁啊 谁这么说你啊 你知道她来公司找我了吗 谁 莫铭 什么时候 你让她抱过彤彤之后 她是孩子的亲爹啊 她是孩子的亲爹啊 她来看看孩子不可以啊 她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啊 把孩子扔给我一个人 她太舒服了 我好羡慕她 你羡慕她什么呀 你知道她来公司什么目的吗 她就是来指责我无能 说我不负责任 我不配脏妈 她来公司就是来羞辱我的 那你把孩子给个她 她不会不让你看孩子的 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都是她害的 我绝对不会把彤彤给她 绝对不会 你看你 你真够轴的你这孩子 孩子给她 皆大欢喜 妈 你是我亲妈呀 你为什么不向着我 你就没有一次向过我过 我让你晚点生孩子 你听我了吗 你没有 我让你不要冲动离婚 你听我了吗 你还是没有 你离婚 你把孩子抢过来 你为了报复他惩罚他 可以啊 可以啊 你把孩子抢过来 你扔给我一个人 我这么大岁数了 我凭什么我要为你 失败的婚姻买单 为什么 我们这儿新到了一位 特别专业的育儿嫂 经验非常丰富 多大岁数啊 三十六岁 哪里人啊 山东人 那个 阿姨 要不然我就和她 出来跟你聊聊 请 行 行 行 那您先坐会儿啊 进吧 莫大夫 我和包子妈一样 得了严重的产后抑郁 你这周已经是第五次跟我说 你得抑郁症了 那是因为我症状很严重啊 莫大夫 看 看不出来吗 可是真正得抑郁症的人 是不会自己说出来的 谁说的 我自己生病难道我自己不知道吗 更何况我都说我生病了 难道你们要坐视不理吗 以前包子妈在的时候 我还能跟她吐吐槽 我现在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真的快疯了 莫大夫 我真的受不了了 好了 你说吧 你婆婆又做了什么 让你抑郁了 莫大夫 你真的太了解我了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婆婆都快气死我了 还有自己认领抑郁症的呢 这真是太有意思了 本本是二胎 本本妈生老大的时候 是由婆婆照顾着度过月子期的 听本本妈自己说 那是一段无比煎熬和痛苦的事情 矛盾严重啊 可以想象了 婆婆是个很传统的人 对本本妈的育儿方式各种干涉 两代人的代沟很严重 本本爸爸 又是一个什么都愿意听母亲的 不愿意违抗母亲的人 所以本本妈妈 那段时间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和委屈 这次生二胎 说什么坚持也要来月子中心 就是为了不让婆婆插手 谁要他们找老人帮忙带孩子的呢 孩子是他们自己要生的 老人又没有义务要管孩子 再说了 你既然求人家帮忙你就别抱怨 老人有自己的人生 人又不欠你什么 是婆婆自己主动要帮忙的 现在本本妈一见到婆婆 就特别紧张 当然 不过像她自己说的 到抑郁症这种程度 但是也已经表现出了 超长的焦虑啊 他们在这儿也住了半个月了 之前就有婆媳矛盾 也没怎么样 就是抱怨而已 可是这种神经过敏 和异常抗拒的反应 如果长期下去的话 是有可能转变成抑郁症的 而且现在婆婆的反应 也是愈言愈烈了 怎么他们的矛盾 就突然加重了呢 因为李美娥离开了 之前有李美娥在 李美娥来平衡婆婆 本本妈妈 则是靠着包子妈 来释放自己的精神压力 所以不需要你跟我 你不是希望 每一个离开月子中心的宝妈 都是高高兴兴的吗 当然了 肖总 莫大夫 本本妈那儿出事了 本本奶奶就行消息 我求求您的意义 我别让你 来 来 来 我这都为你好 你怎么就听了这人话呢你 本本奶奶 会怎么了 你把安眠羊给我放下 你这干什么呀 奶奶奶 我好好说嘛 你是不是嫌我对你还不够好 我 你想想你 你上老大做月子的时候 我一滴水都不让你沾哪 你说说你 什么奶奶 走开 不让你管 就连孩子晚上都是我带着睡觉 我累得腰间盘就突出了 为什么呀 还不是就为你跟孩子呀 我就让你好好给孩子喂口奶 你看你矫情的你啊 你会不会大妈呀 我跟你说 你耽误了孩子的发育你 你后悔的来不及 你不要再讲话了 我不想拿姐姐讲话了 莫莫莫莫 咱们谈谈 谈什么谈 你一个大男人 你孩子都不会说我跟你谈 我找李主任 李主任哪 李主任已经离开月子中心了 李主任她 她 她怎么会离开呢 这样 来 戴维奶奶 您去我办公室坐 我跟您细说 她挺好的 她挺好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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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没事了 你气死了 你放开我 戴维奶奶 您在我办公室歇会 消消气 您您坐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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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那李主任为什么走了 李主任是调等工作了 我看是被你跟萧总 把人排挤走的吧 你们真是的 你们三个呀 就人家李主任生过孩子 有经验 对孩子还有爱心 我还能跟他反映个情况 你说说你们俩 一个男的 一个生不出娃 我都不知道就你们两个 怎么能够把这个月子中心 给办好 来 戴维奶奶 您坐啊 您有什么具体不满意的地方 您就告诉我 我们也好有针对性地去改正吧 萧总我跟你说 我身我家大宝 在家坐月子 不夸张地讲 就跟那个蹲监狱 没什么两样 我婆婆那叫一个贴身监控啊 我连上厕所都不敢多待一分钟 三百六十五天 我简直就是一头奶牛 我除了喂孩子就是喂孩子 我简直都生无可恋了我 好了 怀我家二宝 我就跟我老公说 必须得去月子中心 为的就是不让我婆婆来伺候月子 可结果怎么着 您也看见了 我这前脚刚进来 她后腿就跟我来了 你说我能怎么办 她又不是我妈 我又不能赶她走 你要不想见她 我可以不让她进来 真的吗 小总 您真的能拦住她啊 当然了 我是这的负责人 你是我的客户 我当然先保证你舒服 太好了 小总 你带过孩子吗 你懂吗 这猪油汤那是最下奶的 你看看你们那个月子餐 那清汤刮水的 那能下奶吗 我们家的猪油汤 那不是什么网上买的 那网上的那都 都打打什么抗生素 而且有的还给喂什么 避孕药 我们家那个 全是自己粮食给喂的 你看我们村的产妇啊 那坐月子 全都是从我们家拿猪油 可我那儿媳妇倒好 就 就像让她喝毒药一样 她一口不喝不说 她还全给我倒了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其实我也不是跟她生气 我就怕她回奶 你说她要是回了奶 那我那孙子喝什么呀 我就说了她奶 我还想说她 我还想说她 她头都饿了 都哭了半天了 她头都饿了 要不你给她喂喂 娇蕊 救我是吧 你们眼里只有孩子 就你们最心疼的孩子 救我是后男 就我最自私是不是 我刚好不是给你喂过奶了吗 你为什么还要哭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快要把我榨干了 我跟你说这些 你能理解吗 你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吗 算了 算了 我还是找李准去 李准她什么都懂 她怎么就走了 电话呀 不是 奶奶 您看 您来我们月子中心以后 还没参观过呢吧 我带您转转散散心 我哪有工夫跟你去散心哪 我就想我孙子 能够吃上一口好奶 您看吧 是不是得本本妈的心情好 她的身体才能好啊 那她怎么样才能让 本本妈妈的心情好呢 那得您先心情好啊 您在我们月子中心转转 看看 高兴一下 然后咱们再去教育本本妈妈 您看行吗 走走走走 我啊带您好好参观一下 我们月子中心 怎么会太惹我生气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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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总 我小孩那边都搞定了 我左思右想 还是工作重要 好 北京京标的事情 还是我亲自去吧 孩子病好了啊 是啊 之前是我多虑了 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 你家小孩体质 比一般小孩差一些 发烧频率高 生病频繁 你还是要多留意 得带她好好地检查 好 其实小孩生病也都是正常的 我家孩子也一样 只是当妈妈的容易草木皆兵 小T大作 你自己呢 我 我怎么了 你的病 去看过医生了吗 李总 您搞错了吧 我没有病 这是你的药吧 不是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小陈 我知道你这段时间 精神压力比较大 刚升上副总 又离婚 一个人带孩子 非常地辛苦 我也反省过了 一下子让你当这个副总 给你的压力似乎太大 太勉强你了 我可以给你推荐个医生 我太太的闺蜜 之前也得过产后抑郁症 李总 您真的误会我了 公司已经有部分员工 在讨论这件事情了 谣言一旦散播开 传到客户耳朵里 不仅项目有可能失败 我们这个部门的整体口碑 都有可能受影响 我给你放个假 看看病 调整调整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北京出差的事情怎么办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让蒙青去 陈总 你不用担心 本本奶奶 您看看我们这儿的宝宝 莫大夫 这些宝宝的妈妈 都没喝过猪油汤 这些宝宝不长得也挺好的吗 你这些宝宝怎么都没包好呢 乱七八糟的 也都不是蜡烛包啊 你这长大以后肯定得是螺圈腿 本本奶奶 您的观点可落后了 别说本本他们了 就是我们这一带没有绑过腿啊 你看我这腿 别长得挺直的也没螺圈嘛 瞧你这么肉 是个女的都敢欺负你 真是 那边又是做什么的 那是VIP区 VIP VIP我懂啊 你们也搞VIP啊 什么意思 就是价格贵了一些 因为增加了很多服务项目 那贵多少 差不多比普通区贵了一倍多吧 那还好 幸亏我儿媳妇啊 她住的普通区 那不太贵吧 差不多大几万吧 莫大夫 我跟您说过 不能告诉我婆婆花了多少钱 您可倒好 连龄待整地说了个齐全 我婆婆现在疯了 要跟你们讨债呢 坐个月子要好几万 这都干什么了 你给我算一算 今天要是不给我算清楚啊 我上315 告你们去 阿姨 您先别激动 您刚才这么说话 就不讲道理了 我们的价格都是公开透明的 来的客户之前都是签过合同的 小周 把本门妈合同拿过来 行了行了 你不看什么合同 那不是我签的 那是我儿媳妇给签的 她没脑子 让你们给骗了呗 住不起就别签合同啊 住居来了又喊贵 什么意思啊 想赖账啊 你谁啊 干你什么事啊你 妈 您什么都不懂 就别在这儿丢人了 我什么都不懂啊我 是好几万哪 谁给的 不是我儿子拼死拼我挣的吗 你说说你这几年 你挣过一分钱吗你 坐个月子 那不就是带个娃喂个奶 开把你娇气的真是 这是我儿子的血汗钱哪 妈 是谁不让我工作的 再说了我有时间工作吗 我这生完大宝就生二宝了 就算工作 我也不比您儿子赚得少啊 不是 我不是 阿姨 您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您儿媳妇刚生完孩子 刀口还疼着呢 这需要休息 再说了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您那个年代生完孩子坐月子 只需要躺在床上喂奶 我告诉您 现在的女性 不再是这样了 还有 这里是公众场合 如果您再大喊大叫的 我只能请您出去 走 好 人姐 进 这是季总那边出的策划书 知道了 辛苦了 应该的 人姐 听李总说 您过一段时间要休假 是吗 不知道呢 还没想好 莉莉 你觉得 萌欣这个人怎么样 莫娜 她性格比较像男孩子 大大咧咧的 像男的有什么好的 伤害女人的 我都是男人吗 我跟她也不太熟 小夕挺喜欢她的 你们下班之后 是不是经常在一起玩啊 站着干什么 坐 你们都聊什么 跟我说说呗 萧总 您给我办手续吧 我不在这儿住了 我丢不起这个人 你才住了半个月 再说你现在的情绪 回去能解决问题吗 烦死了 我干吗要是有那个二十泰吗 别急 我们一起想办法 你说她是我婆婆 我又不能跟她闹掰了 我要真闹掰了 我老公那儿又该怎么办 我去 别别别 他在你办公室吧 不是 你要干什么 让他走 干吗呀 我知道 你现在真的学会了 站在妈妈们的立场上 去考虑问题了 那你不能那么跟老人说话吧 你得先尊重老人啊 我知道我态度不好 所以我向他道歉 然后让他走 干吗呀 你能不能先冷静点啊 这老一辈的思想 它已经根深蒂固了 它怎么可能那么快 就转变成你的新观念呢 他们这一代人 就是省钱省惯了 你还有脸提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之前没想明白 还居然去跟本本奶奶告密 我 我哪能想得到 她婆婆一点都不知情啊 行了 总之这事你别插手了啊 你别进来啊 莫大夫 我可不是针对你个人啊 您这会所 也不是你私人开的对吧 我呀已经叫我的侄子 给市政府打电话了 我要举报你们这家黑心会所 举 举报 您有权利举报啊 我们的价格是公开透明的 欢迎社会各界来监督我们的工作 当然包括您了 你别跟我打关枪 你欺负我们乡下人 我没见过世面是不是 我跟你说 我要打起关枪来 我比你会打 你少跟我来这套 莫大夫 下午的月儿课 你还能准时上吗 上 当然上啊 行 白白奶奶 我下午还有课 您先回地歇着 等我上完课咱们再聊 谁有钱工夫跟你聊 退钱 你要不退钱呢 我 我今儿就不走了 阿姨 奶奶 谁是你奶奶 没你那么肉的孙子 要不我去跟宝妈们说一声 今天课取消 等等 本本奶奶 要不今天的课 由您来给我们上吧 什么意思 您不总说我们这儿照顾宝妈 方法不正确吗 干脆您用您的经验 来给我们上一课 反正听课的都是宝妈们 还有一些姥姥奶奶您都认识 妈 奶奶 这样 您把您的经验 给我们大家都分享一下 真理越辩越明嘛 行 那今天呢 我就给你们上一课 你们别整天跟我 开口闭口地 就说什么科学育儿 那都不管用 这管用的呀 还是要从我们老一辈 传统的时间中来 对对对对 您说得都对啊 那 您请吧 这结果我用一下啊 上课 我故意上课 退钱归退钱 没有什么事啊 别给我打马虎眼 各位宝妈跟家属 今天这节育儿课 我请本本奶奶 给大家分享一下 她育儿的经验 大家欢迎 谢谢 这毛大夫啊 非说让我给大家上课 其实也不是什么上课 我呢 就想跟我们这些个老姐妹 一块儿聊聊天 今天还有这么多宝妈在这儿 我也想告诉你们 我们这些当姥姥的 当奶奶的 这心里面怎么想的 我说话的时候 你们都可以插话啊 我儿媳妇啊 她跟我儿子是大学同学 大小啊 因为这个家庭条件比较好 家里有点惯 所以呢 这媳妇呢 就有点娇气 他们结婚那会儿啊 我就担心 就担心他们俩 过不到一块儿去 所以呢 我就着急着想他们呢 赶紧有个孩子 我心想 这有了孩子呀 这个家不就安定了吗 是吧 亲亲 自打有了我们家大孙子呀 我可是全心全意地 扑到孩子身上 我连一个安稳觉 我都没睡过呀 因为我媳妇她什么都不懂啊 我怕万一这孩子 要是有个好歹 你说他们这家 那不就散了吗 是不是 我 我还是为他们俩好啊 是吧 是吧 我那儿媳妇呀 她总是在我身上 你得知道你婆婆心里想什么 你才能跟她沟通 那儿也不对 就弄得我的心里呀 也有点不高兴了 后来呀 有件事情 就让我 对我那儿媳妇 改变了印象 那是生了我大孙子 我儿媳妇的奶呀 就挤不出来 我呢 是什么土法子我都想尽了 我那儿媳妇呀 也是受了不少的罪 可是还是不行 她那个奶呀 那胀的呀 就跟那个气球那么大 可是她就是不出奶 后来去了医院 医院里面就给她用了那个 吸奶器 那个疼啊 那就跟上刑似的 我那儿媳妇呀 她那么娇气 可她就咬紧牙关 就硬挺着 那个泪呀 汗哪 就那么滑滑地流 我在旁边看着呀 我这心疼的呀 你们说 谁说她只有这个亲妈 才心疼闺女 那我们做婆婆妈的 我们的心也是肉掌的呀 是 我们也当过妈妈 我们也是女人 都经历过这些是吧 都说我跟我儿媳妇关系不好 其实我俩真的 我俩什么矛盾都没有 我也知道她是个好媳妇 也是个好妈妈 只是啊 我这人我就不怎么爱夸别人 可是 我媳妇啊 她不喜欢我 真的我 我特别难过 我 我一直把她当我的亲生闺女 都说我抠 我是抠 我婆婆妈在的时候啊 就对我不好 我心想 等我做了婆婆 我一定要做个好婆婆 可我 可我 我不知道我儿媳妇 她 她也把我当成恶婆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真的 妈 妈 可真能煽情 不 我不是煽情 我我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知道我知道 您都是真心为我好 拜拜 好 好 行 拜拜 我 我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怨 你要这么害我 就你 只是打个工而已 还销售主管 在简历上造假 这是事实吧 我那就是和朋友喝酒的时候闲聊说的 你把莉莉小夕当你的朋友 你认识他们才几天 身为你的领导 我有必要给你上一课 你看这样好点吗 嗯 行 那我到下一场 那间办公室又空出来了 你可以去向蕊姐争取了 我可不敢 也是 都是被蕊姐弄走的吧 他这样 简直像等着萧嫣回来 为什么要赶走梦信 他是自己辞职的 不是他 那盒抗抑郁的药 不是他给理查的 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看见明哥把那盒药给了你 也看到你把他给扔了 我给他捡回来了 然后放到你桌子上 可能就被蕊姐看见了 你别说了 你出去 我今天就是被开除 我要把话说清楚 虽然我总是替明哥老肖打抱不平 我也不怎么喜欢你 但是我肯定不会坑你 我也干不出这种事情来 我真心觉得 你现在应该把病治好比较重要 我让你别说了 你出去 你一直觉得萧嫣针对你 一门心思想把他挤走 萧嫣走了 你又觉得萌新害你 现在萌新也为你黑走了 如果你觉得每个人都在黑你的话 那到底谁的心理失望 那到底谁的心理失望 闭嘴 出去 滚 给我滚 毫 phenomenal 萌新李总铅 给你留着东西 你看一眼吧 你好 娇蕊 虽然你不喜欢 但我还是想这么叫你 反正也是最后一次了 我要回纽约了 我想跟你发微信 但是你把我拉黑了 所以我只好选择这种 复古的方式和你告别了 但我想来想去 觉得你可能还是误会我了 我不知道到底哪里得罪了你 但我想说 我没有恶意 并且 我真的真的很崇拜你 说你是我的女神 那也是真心话 如果我将来要做一个妈妈 我希望 能成为一个像你一样的妈妈 我也由衷地希望 你永远做一个时尚妈妈 你还会有什么小时 想念 waren 你想念双人 amos 您 少年 你还想念双人 你还不在乎你 你还想念双人 我还在双人 你还看双人 你还要看双人 你还让双人 我已不在你 他命令我 让你一杯 都跟地摊货一样 找死啊 这是蕊姐送我的 我知道 让我背一下呗 不给 你不是说这地摊货吗 这摸着真舒服 我帮我拍一张 当然了 你别动啊 一二三 本妈妈和她婆婆 现在好得跟亲母女似的 那回了家以后不会又吵吧 吵不怕 吵完记得彼此得好就行了 今天没开车 今天车信号 叫个车就行了 你别叫了 我送你吧 不用 现在很方便的 原来是有专车呀 莫大货 齐律师 好久不见了 不见了 看这意思 以后我们得经常见面了吧 有可能 只要萧总 不帮你开车就行 走了 再见 走 盖蓝 你今天心情不错啊 心情不错有什么用 我 本来也没什么事了 还得再跑趟医院 你要是不想去呢 那咱们就不去 你是认真的吗 你要是认真的 我就认真的 可我为了去趟医院 疼了一下午的时间 现在要是回去 谁说要送你回去了 那我们去干吗 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东西吗 我想看艾弗曼的 安娜·卡特琳娜 安娜·卡特琳娜我知道 可是这个艾弗曼是谁啊 俄罗斯最顶尖的 现代芭蕾舞团的创始人 说了你也不懂 干嘛 干嘛 艾弗曼的芭蕾舞团 今天晚上就演出啊 是啊 在广州 在什么阵了吗 不会吧 你好 欢迎登机 谢谢 这边请 这边请 谢谢 你这怎么了 感觉像是昨天星期的样子 我觉得 好像被夷带着逃课一样 影响 就像是回到了少年时候的 没那一句 我不 CC 因为你